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穿得很家居 因为是接近快闪旅行的行装 然后我收拾了化妆品护肤品 灵机一触 不如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更新一下现在我会带什么去旅行 顺便想开箱 这是我打算带去旅行用的直发夹 我觉得它很小 好像很方便 如果你有兴趣就不要错过了 我们现在立刻开始 护肤品和洗澡洗头用品 我会用这个装着 它是最近EPIFITA和HELLO KITTEE的联盛 是希列尾肌之类的系列 我最喜欢就是它打开之后 不会完全打开 它旁边有个位置就是这样的 就不怕一些东西跌来跌去 还有它是可以有条带 勾住在旁边做一个斜背 但我应该不会这样做的 里面的东西不算太大参考价值 因为很多我都是拿一些 sample size 然后如果你问我每次去旅行一定要戴 应该就是加丹尼尔的積雪草面膜 和小星层的entry 然后今次我还带多了一个的眼膜 开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不是水壮的 是比较一边是gel的 暂时没有任何敏感 还有它的价钱很划算 六十多元又成十包 就不要预估是一些很夸张 贴完之后没有黑眼圈没有眼纹的功效 又有得得的改善 然后就是epifita它们的先人掌面膜 这个我都觉得它舒缓保湿做得不错 然后一包是可以我和妈妈一起敷是非常之方便的 然后就是全部小小的旅行装 有clarence的落妆油 小星层的N15 因为我去旅行是很容易搭完飞机被敏感的 这个口敷在鼻头就会没那么容易有那些粒皮 还有晚上就会用thehull的一个避铁面箱 Tona就会有两支 Darfin的这一款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柜桶里找到 就打算带过去 但是因为没用过就带上Pretty5的精华水 顺便可以湿敷的 这个就会是稳阵安全 之后我不知道我来到的地方 那个湿度是怎样的 是很干燥 还是会比较还是夏天潮湿呢 我就带了不同的精华 希望在不同的情况都可以用到的 例如是Belift的这个Super Drops 然后就会是小星层的N1 然后我又怕太过干燥不够 我就带多了一个避铁精华 防晒我就带回这个加丹尼尔 因为它的旅行装是很好 我本身有想过是带Darfin石的这一款 我还在挣扎 还有这个是Sissley的Energizing Super Hydrating Youth Protector 就说可以抗蓝光 很厉害吧 有Citaphil的 我平时用开洗面的那一枝 非常之正 我竟然找到一个Sample Size 是空平了很多货妆Size 然后就会是身体和头发用品 会有Body Shop的Shower Gel Sissley Hair Retro的洗头水 它的Conditioner其实我也有的 但我自己比较喜欢用发膜 就带了Avita的这一款 它会比较上滋润度会好一点 而且头发会滑一点保湿一点 然后就会是我的帕帕袋里面 有化妆棉和棉花棒 然后就是一个鲨鱼夹 就是用来可能用臉膜 或者是在酒店下街也好 这些是必备的 我觉得去旅行 还有有一个牙刷 旅行装 因为我来到的地方 应该的酒店是没有任何牙刷 牙膏那些的 牙膏我要找一下 我另外市区那边有没有一些小小的 我不想带那么大一枝 总之就是全部都在这里了 去到化妆袋 这个很漂亮 是Linabelle的 我表妹送给我是香港迪士 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可以买 多少钱 然后它打开就不是刚才那种 可以这样拿着不跌的了 它真的可以打到整个开晒 那我就 遲些才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间隔 现在拿了些东西出来分享 首先是Shelot Tilbury的定妆噴霧 因为剩下了一点 我很想用它 有3的底霜 因为它是底霜 防晒 还有粉底一齐三合一 非常之方便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上个星期 还是之前有条片 已经是用它来化妆 做到一个很好的均纹肤色效果 然后去到碎粉 我就真的挣扎了超级久 有这个我最后决定戴 是Laura Mercier的蜜粉饼 那些粉是很滑很薄 就算用在眼底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它除了有镜 还会有粉泡 我现在加一点 看一下 不用擦它 它也不怕一片片 或者是很粉的 都算是有少少的提亮 遮毛孔的效果很好 我全日用 我昨天测试过了 是出了7个小时 全日在户外都完全没问题 我就很放心地带它过去 而令我挣扎的是他们Fenty Beauty的 蜜粉饼和3的碎粉 因为我最近真的很喜欢用它 皮肤好像立即平滑了 很棒 但是我始终去旅行 都不喜欢带这么大的粉 所以尽量家里有蜜粉饼 我都会用这些去旅行 然后Fenty Beauty的这个 它也方便 因为里面是有个很薄很薄的粉泡 但是我就觉得它有少少太薄 我觉得它用来做补妆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我没有试过它的持妆度 我就不敢带这个 遮瑕膏我带了两个 首先是NARS的Soft Matte 拍上去它是很贴的 在皮肤上面 完全不觉得它会有任何浮或者卡住的 你是暗瘡或者眼底都用到的 它不会扯干 但是就没有保湿 而且它不需要定妆都可以的 上面就算没有碎粉 它也不怕走位或者怎么脱 你看到我这样搓 都不怕脱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完全用它 由零开始遮眼底 我都觉得我这些眼纹怪是受不了的 所以我怎样都会加上一个比较滑 这一盒是Decote 我在日本买的 四色遮瑕膏 里面都用得很噁心 之前我黑眼圈的影片没有用它 就是因为颜色太多 我怕太混乱了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去到外国 我就怕今天黑眼圈有深一点 今天有浅一点 然后有不同的颜色 给我调是不错的 不会太滋潤 像NB那样 在上面滑来滑去 它能阻止皮肤 然后遮瑕度是好的 它不会令眼纹全部塞进去 然后眉 也是这个Opure 我用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眉啫膏 我很喜欢这一款 它比起Hair Free Rotation 我觉得头是小很多 然后没有那么湿 所以我们染眉的时候 是比较好控制 我去年是非常非常喜欢用它 然后阴影和鼻影的部分 就会是小小粒MAC的Omega 你无论是放在鼻影的位置 或者是放在Jaw Line的位置 它都可以很自然 不会很突压 所以都是长青树 眼影又是另一个挣扎 我就是觉得这个Bobbi Brown很细合 然后一打开 已经是有镜和三个颜色 会有一个深色 可以blend开眼线 一个浅色用来打底 或者是用来做饿残位 然后它这个闪 一个金属色 超漂亮 画出来之后是那种很水光 然后那个闪的程度 是会不停地让自己看着 但是我挣扎的位置 就是它戴的这盒 我又更加喜欢 它的颜色是会偏向在大地色一点 而且会有两个闪 它是古铜色 哎呀我混了少少旁边的这个 然后之后呢 另外的是一个比较散的闪粉 我平时穿什么衣服 什么妆容都觉得是配搭的 但是轻便的话 这个又不能输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究竟哪个好 大家猜猜我最后会戴哪一盒 再来有两盒是Make Up For Ever的 一个是胭脂颜色是300 我很喜欢它是很白搭的 它化出来是超级自然的 一个蜜桃色来的 然后就是530了 我最近都不可以没了它 我已经是用到它凹了 这个就是我这一排的影片 没有了那个眼袋内 的一个超级神器 还有highlight set 我就戴了Canmake的03号色 它的质地摸上去是很湿润的 看不见到它是超级宇宙光那种的 但是你推开它不会令到你上面的妆 底妆那些会滑走了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是超级厉害 但是你可以慢慢地擦开它 它不会在那面很湿 很油润的一常到它是很舒服的 而且这么小的那么薄 去旅行是非常之好的 然后我中间的位置 已经没有了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间隔 有点骚髒 因为我上次都带过它去旅行 一边就会有两条橡筋 一个网格可以放我的化妆掃 以及一些不撞的化妆品 然后另一边有两格的橡筋 我就用来放痕 还有一个粉泡 用来以鼻不时之需 唇膏我挣扎了又是很久很久 我最后决定是超级安全牌 你看到我用了很多的了 就是Armani的14号色 大家可以看到是很自然 有点提亮的气色 黄皮肤和白皮肤用它 都不会显黄或者是不适合 又不会太过荧光 这个颜色真的是八搭 然后就会有MAC 他们这个叫做GLOW PLAYER的系列 是四五八号色 直接用纸巾抹光 刚才那些唇膏 让大家看一下 它不是那个颜色那么恐怖 塗上来 是提升那个血色感 令到个人没有那么苍白 然后呢 会比较润身 比较透 外出补唇膏又不用看镜 然后又不怕它会起死皮 又不会干 然后随便乱塗一塗 已经是有个很漂亮的唇色 所以这个四五八号色 是我挺有惊喜的 我这个化妆袋 可能化一个妆的时候 每一天都差不多 就会戴它了 如果呢 我会想再多些东西 就会用毛印的这个 它里面是分得仔细一点的 例如有这个摆化妆掃的格格 是好了 因为真的用过的了 这个胶的面 就不怕化妆掃上面的粉 跌到周围都是 我也觉得是挺卫生的 然后有个网的一个拉链格 可以放痕、化妆棉 或者是棉花棒那类的 然后下面这里 就会有个有深度 用来放化妆品的位置 你这样打开 所有东西都不怕跌出来 我都觉得是非常之不错的 去到最后 化妆品分享完 就开箱这个旅行妆直发的 我之前一直都是戴VDAL Satsune 都已经很小了 我觉得很方便的了 但是呢 我看到这个是更加小的 它的牌子是这个 然后打开出来 很小啊 我真的没试过 用这么迷你的直发夹 它有个安全币 一拍就会打开 就会短的 它是一折手指左右 不是无线的 因为无线的直发夹 是日本不可以上机 亦都不可以记仓 是会直接被人收的 所以它这个是有线 但是它的线是很方便 是USB头的 然后就这样插进去后面 这里 USB就可以有些插头有USB 或者是你用Portable 然后是不是有些车 是可以有这些USB的 它会配上一个是两脚的USB 即是日本那种 暂时感觉是挺顺手的 一抬下去就可以打开 然后这个按钮 推上去就会落实的了 而且都挺厉害 它这么小 但是那个开关位 是可以调温度的 有高和低 我都觉得是挺USB的感觉 我都没用过 但是去旅行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完 告诉大家它的实战是怎样的 有盖子 又可以隔热做得很好 是不是很棒 这个是我最期待 更期待过去旅行 还有就是 顺便分享了随身袋 会戴的三样东西 Clarence的手霜 是在飞机那里一定会用的 用了很多次 第三至第四支 很喜欢的 然后润唇膏 今次会戴这一支 我看到它写着有Pactite 好像很厉害 接着就是Clay Deport的粉饼 是用来补妆的 其实我以前去旅行 一直都很喜欢 戴Mega Forever的这个Cushion 我现在还是很喜欢用它 我用了三盒 只不过今次我想戴一些新的东西 它是好像Nars的concealer 整个磁石贴着你的臉 不过如果你是长期很热的户外活动 我也觉得它的磁妆力 未去到最100分 好了 就跟大家分享完 我未来的快闪旅行戴的护肤品 和化妆品 应该可以用到三次旅行左右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就继续收拾东西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个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会放两个星期假 小小的预告 我想休息一下 希望不要忍不住又继续剪片 可能会发生的 到时就当我没说过 总之我们有机会是十月再见的 不要太挂着我 我会玩得很开心 休息得很开心 如果大家有什么去旅行的好物 想推介给我的话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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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